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會增長的真理》 教會增長的真理第二 和大家來分享聖靈的能力 我們從使徒行傳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教會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這個從量 我們先就談量 量呢從很短的 本來從120人在禱告 可是呢 教會能夠在短時間之內 迅速的擴張 所以呢 所以我們看到有幾種原因 上一次和大家談到 第一個是和諧的團契生活 只要教會 有這種和諧的團契生活 誰不想要加入這樣的團體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 第二個因素 我們分上下來談 聖靈的能力 我們先來看使徒行傳第一章 使徒行傳第一章第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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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把第八节来念一遍 第八节 预备开始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阿们 这个是主耶稣升天之前 他交代他的门徒 要在耶路撒冷来等候 这个应许的圣灵来 当人领受了应许的圣灵的时候 就必 他说就必 就必定领受能力 那一种能力 是福音能够借着领受圣灵的人 传遍 甚至到地级 这一种能力 所以今天我们 其实大部分的人 我们倘若在真耶稣教会里面的人 大部分是有领受圣灵 曾经祷告的时候 求到圣灵 那我们也有一些人 可能也还没有领受 我们根据圣经 主耶稣说一定要领受 才有能力 那能够体会到神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真的要迫切地祷告 而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我们不是就把它藏起来 圣灵有祂的属灵的权柄 那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 首先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部分 祷告和福音事工的关联 祷告和福音事工 是密不可分 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四章 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四节 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节 他说 在第四章的时候记载 这个时间已经从这个 很快 其实才不到 大概一两年的时间 那已经到了五千人 那他只算男丁 如果在家女人 以及父这个孩童 那可能快一万都有可能 那这个数字怎么会 这个大概在一年当中 从一百二十人变到一两万人 我们说来信主的 受洗归族的人 怎么这么快 那这个难道神改变了吗 在当时既然有这种能力 可是现在没有 那所以我们回到圣经去看 到底那个关键是什么 就是常常的谈到 他们在同心合意 定时 甚至近时的祷告 三章的第一节 三章第一节 他们就在谈到 生出祷告的时候 所以他们有一个定时的祷告 那所以当信徒 渐渐的有那个祷告的生活 那其实神迹其实都在我们身旁 第三章他就记载的 有一个美门的瘸腿 常常都被抬到 每一天 几乎都抬到圣殿里面 怎么就在这个时候 彼得看他 有信心 所以他就说 我奉拿撒乐人耶稣基督的名 我叫你起来行走 那这个瘸腿的 就起来了 那开始 开始在颂赞 这一位天上真神 主耶稣的名 真的 我们真的有那种权柄能力 能够医治人的疾病 那到了后面 因为这个官府 看到越来越多人来信 所以就来打这个使徒彼得他们 那我们要看到的一件事情 因为当时大家有 祷告的生活 那福音就借着人的祷告 传开 那你看到虽然说 这个他也是病了很久 那就在 那个神的时候 神的时候 到了时候 那我们就会看到 神的能力 那我们再看到 使徒行传的第六章 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 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 第四节他说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这里是使徒 当时呢 他们因为管理饭食的问题 那这个有一些 这个 有一些怨言 那所以呢 当时就设立了 七个人 来管理饭食 那我们后面说 这就是所谓七个执事 那他们的圣灵充满 那当这些人被选利之后 为什么要选利这些人 你看到当时 他们使徒时代的教会 他们最看重的就是 使徒要以 祈祷 传道 为事 倘若有任何事情会阻挠 使徒他们祈祷 传道 那福音就会没办法扩张 所以你会看到当时最重要的 真的 神设立使徒 为最重要 传福音的那一条线 所以 这个 也告诉我们今天 要为我们专职工人来祷告 因为 这个是神设立教会 神拣选这些专职工人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专心以祈祷 传道为事 所以我们先从这边看到 我们看到当时教会会扩张 其实大部分 没有 不是什么 很外在的设备很好 其实都不是 它是人内在生命的改变 其实当时使徒他们也没有什么 很漂亮的什么建筑物 也不是吃什么鲍鱼龙虾 也很简单 可是 他们有一种属灵的追求 就是大家 明白 分工 那 专心的为使徒他们来祈祷 那使徒他们才能够专心的来祈祷 传道 所以当这个使徒保罗 他曾经在福音书当中 他曾经四次 四次的向当时的教会提出 为他来祷告 那大部分为他来祷告 都不是说什么 把他那个身体不好 还是等等 不是 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我们来看这个以福所书第六章 以福所书第六章 以福所书第六章十八节 以福所书第六章十八节 十八节 在那一代的信徒 他告诉他们说 最后 我们要打那个属灵的灵战 那有很多 从人的内心 人的内心 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所以要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 好 那他后面就谈到 那最后一个攻击的武器 叫做圣灵的宝剑 就是这个圣灵的宝剑 那有圣灵 但是呢 要能够拿出来 拿出这个宝剑 那如何拿出来 借着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这个就是我们的武器 圣灵 我们真耶稣教会 最强调的就是这个 说真的 我们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光鲜亮丽的事情 能够真正的吸引人 其实最主要的 我们的宝剑 宝剑要拿出来 靠着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且呢 要警醒 那警醒呢 警醒不倦之后呢 他说 为保罗祈求 保罗呢 他说 这个 为什么要为他祈求 因为使他可以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开口 讲明福音的奥秘 那我们也可以思想 为什么 要帮保罗 放胆 讲明 奥秘 来祈求 你换个角度想 表明保罗 他也曾经 没办法 放胆 传讲的时候 人家是保罗 人家这么有学问 可是 确实 因为那个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所以大家 全教会有那个意识 帮那个工人 祷告 那祷告的方向是什么 求神 求神是他们口才 属灵的权柄 能够去讲明 而且要放胆 讲明福音的奥秘 不知道 我们常常 为很多的事情 祷告 对不对 为我们的身体 为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学业 那其实我们从圣经当中去看到 当时使徒时代的教会 最核心的就是这件事情 为福音的奥秘 能够讲明 来祷告 能够借着工人来讲明 这个很重要 我们再看 哥罗西书第四章 哥罗西书第四章 第二节 哥罗西书第四章 第二节 你们要恒切祷告 在此谨行感恩 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我为此被捆锁 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 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这里保罗再次的请哥罗西教会当 那边的教会 来替他来祷告 先勉励他们要恒切的祷告 恒切的祷告才能够警醒预备 那他说也为我们 那这些专职 使徒们 在讲解神真理的人 来祷告 我们可以开传道的门 表明今天那个传道的门 不是那个门坏掉 是传道的那个门 它要能够打开 本来一定是关的 人心本来是没办法去接受神的道理 因为我们人活在罪中 那主耶稣说 他就是那个真光 可是人活在黑暗里 他怕见光 怕他的行为被显露出来 所以人本来是活在黑暗里面 所以当神的真理要进去的时候 门心门大家都是关的 那所以怎么样能够来 把这个传道的门打开 他这边谈到 就是要借着祷告 只有祷告 祷告才能让那个属灵的门打开 因为那个是属灵的征战 那怎么祷告 他说为功能祷告 能够讲解基督的奥秘 一样 你看到以弗所书 哥罗西书 甚至到了后面 铁撒伦加后书 他也是一直在讲 为我们祷告 那都不是其他生活层面的事情 都是为了这个 福音事工 我们可以思想 我们其实 有时候小弟谈这个 也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但其实保罗都写在书信上面 那我们也是应当要互相来勉励 我们应当要为我们的专职工人来祷告 好比说我们下个月 我们这边南新竹教会 就要开始第一次的灵恩布道会 我们要为所拆派出来的工人 吴永圣传道 吴灵恩传道 来祷告 让他们能够放胆来讲明福音的奥秘 这个是核心 小弟记得 去中国大陆实习的时候 记得那个是我神学院二年级的时候 去那边实习的时候 其实真的很震撼 那这个我们只在福建那边的 我们的真言书教会 大概几间教会去访问 那也和他们的神学院来交流 那很感谢神 我到各个教会 那他们当然会稍微介绍一下 他们教会怎么来的 那人数怎么扩张 那现在的目标是怎么样 其实都一样 那很感谢神 我听到的一件事情 他们说 他们在每一个安息日 都会唱明 要帮传道工人来祷告 各教会 福建那边的教会 他说能够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小弟听到很感动 我们其实很多人 我们也不配 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 大家多么希望 神的教会能够扩张的那颗心 所以根据圣经 真的 按照这样子祈求 这个是神的方向 所以大陆那边 我们的教会 他们至少在 神学二年级 所以大概 是大概五六年前的事情的时候 教会在那几年扩张很快 人数他说平均大概一百人 你说那边人多 平均每年 每个教会 平均一百人受洗 我说受洗 那怎么会这么快 所以为什么很快 一千人的教会都有 一方面人多 二方面是他们有掌握到圣经的方向 他们就是为功能祷告 那之后我们还会再谈 这个还有强调一些真理的道理 那确实 这个就是神教会扩张的原因 那我们看到祷告和福音事工 其实密不可分 有时候我们说 我们要为主传福音福音 可是那个福音 我们要在祷告上下功夫 真的要下功夫 那感谢神 我们南新竹教会 南这个礼拜三 其实九点开始就有祷告 那陆陆续续大家能够有这个心 我们就会看到 神在这个地方来动工 那所以第二个方向 我们和大家来谈 那祷告要求什么 我们第二个方向来谈 祷告求神的灵同工 祷告求神的灵来同工 我们现在看到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 三十七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 三十七节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三十八节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示的圣灵 阿们 这里是当时 这一些犹太人 我们说是犹太人 犹太人是什么 他们信仰是根深蒂固 从小接受 这个我们说 旧约律法的教导 那个是不能所谓的 离开的 这个对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 那可是这一些人 所以当时心还很硬 还把这个天上神 从天上来 成为肉身 名字叫做耶稣 那他们呢 不认识耶稣 也不相信耶稣 所以就把主耶稣 定十字架 这个 但是呢 当这个时刻了 好 这一些人 听了使徒彼得 站起来讲道 就被扎心 那使徒彼得 他讲道 我们说 这个 为什么他有这个力量 站起来讲道 曾经的彼得也很软弱 三次不认主过 可是呢 为什么这个时候 有这个力量 勇气 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 他记载 应许的圣灵降下来 所以真的 你应许的圣灵领受 领受应许圣灵的人 你就必得着能力 所以他就大胆的站起来讲 你们把这一位神 也就是耶稣 定十字架 那如果我们看二章 他的这个内容 如果我们读过去 我们会发现 他讲道其实 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大概就是 以经解经 对不对 引用圣经约尔书 引用圣经诗篇 那就这样 可是为什么 众人会觉得 扎心 以前的那个 根深蒂固的信仰 怎么 以前不会扎心 现在扎心 就是因为圣灵的能力 因为当人领受圣灵的时候 神的灵同工 那你会看到 圣灵会让人扎心 那后来 一天就受洗了三千人 那所以 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情 说彼得 也不是靠他的口才 他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知识学问背景 他是个渔夫 那怎么有这个能力 圣灵会让人 从罪恶当中 醒悟过来 那我们再看到 使徒行传十七章 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二节 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就有讥笑他的 又有人说 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 其中有雅略八股的官丢尼修 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 还有别人一同姓从 阿们 这里是使徒保罗 他在雅典这个地方 看到满城的偶像 心里焦急 所以就站在这个雅略八股 这个他们当时的这种大学论坛 好像是一种大学论坛的地方 有些人就在那边谈论新鲜事 那个人生哲学的道理 还有很多有名的学派都在那里 那保罗就站起来 告诉他们讲道 你们这个不认识的神 我现在介绍给你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他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 他就要介绍这位神就是耶稣 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 将来他要再来审判万人 大概就是一样讲这些道理 那我们看到 圣灵在动工的时候 这个还是会有三种反应 我们刚刚从32节到34节 我们看到同一篇道理 同一篇道理可是有三种反应 哪三种呢 第一种有人讥笑他 第二种有人把他当新闻在听 我们在听听你说这个吧 第三种可是有人信的 还是一些妇人 还是官的 做官的 都有人信 所以不是那个道理的问题 是圣灵有没有开这些人的心 有时候我们会想说 带这个人来 他听不懂 听不懂 所以就检讨 一定是道理 不是这样子讲 其实也不是 你看保罗他也是很会讲道 可是为什么 同一篇道理 洒在不同人的心里面 那个是不同的心田 就是没有办法成长 那所以我们也很期盼 倘若我们在场有一些 我们的慕道朋友 我们很盼望 你就是那个被圣灵感动的人 能够像是这些妇人 做一些做官的 被神的灵感动 来信从这个福音 那所以祷告的方向 我们要知道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是神在拣选人 那我们能做的是神 求你拣选他吧 开他的心 能够来领受 你的道理 所以 这个祷告的方向 我们从圣经当中 我们谈圣灵同工 要怎么同工 两个方向 要求两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要求圣灵同工 要求一颗悔改的心 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二十四节 提摩太后书二章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然而主的仆人不可真敬 只要温温和和的带众人 善于教导 存心忍耐 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 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阿们 这里是保罗写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 也可以说是保罗的遗书 提摩太后书 那教导人怎么样在宣慕的事情上面 来夺回人心 那他说主的仆人 我们不可用真敬 不是用变的 那温温和和的来带众人 善于教导 存心忍耐 这种是一种属灵的品格 那他说 第25节 他说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 你看他会抵挡 因为我们刚刚有谈到 人本来活在罪恶当中 太习惯了 已经习惯那种生活的模式 我从小就是这样接受教育长大 我领受的薪知是这样 那所以面对圣经的道理 一定会有抵挡的事情 那我们主的仆人就是要这样 我们学习温柔的心 温柔来劝戒那些抵挡的人 他说有一个很重要的 他说或者 或者神给他们那颗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那甚至26节他说 使他们那些被魔鬼任意掳去的 可以醒悟过来 那表示说 今天一个不明白真道的人 他说那个心是被魔鬼掳去 表示那个是一场灵战 那个是属灵的争战 为什么同一篇道理下去 那有些人可以顺服的领受 有些人没有办法 那就是在打仗啊 那怎么样 拯救一个人 从魔鬼的 被魔鬼掳走的人 拯救回来 要靠我们温柔的心 那也要求神赏识 给他们一颗悔改的心 你看 悔改的心要神示 他说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当然保罗他也不是很确信 这个到底 有没有办法救回来 不知道 但是总是试试看吧 所以我们祷告的方向 往这个方面去祷告 不论是我们和木道朋友 其实甚至是我们很软弱的人 曾经远离神的人 说真的 那个是一场灵战 因为我们已经太久 没有领受神的道理 那其实也是不明白 那所以我们要祷告 真的 神可以换回人的心 小弟很有印象 在那个 注目石牌教会 最后一天 12月31号 去年 其实大概也是快两个月前 小弟要离开石牌教会的时候 那最后一次下午的讲道 讲道完 我们大家就祷告 那因为石牌教会 感谢神 其实和我们大家一样 在祷告上面 真的很下功夫 每次要按手 全跪满人 四十五十个人要按手 所以 这个 大家祷告的那个力量 是很强的 那时常我们那一天 也在谈到悔改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要悔改 要想起神的爱 要 人要回转 需要悔改 那感谢神 那一天讲道 小弟也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 来 但是呢 有一位我们很久没有来教会的弟兄 四十年没有来教会 那我当时看他坐在第一排 那我只是想这个人我好像不认识 我想说是不是木道者 后来我看他 他跟他的我们教会的同龄 带他到前面来祷告 他一祷告 他身体就一直震 然后那个灵眼就一直跳 一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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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开始一直流眼泪 一直流眼泪 那因为我不认识这一位 我刚刚叫直士 直士也不是很认识 那这个 后来有一个直士想起 好像是某某某弟兄 他很久没有来教会 怎么今天来 那我叫他停下来 我说 这位弟兄 你是我们教会的吗 对 我是真耶稣教会的弟兄 从小受洗 可是我很久没有来了 我说你有听过圣灵是什么吗 很久以前听过 很小的时候听过 我说你知道你祷告 你舌头在跳吗 他就知道 我舌头为什么一直这样子跳 一直跳 然后我说这个 感谢神 祝耶稣给你圣灵 因为 大家听其实那个灵眼是非常流利 然后他就一直哭 一直哭 感谢神 结束之后 我们去跟他谈 后来我们那天 我们宣布那一个人得圣灵 他带他出来的那个弟兄 一听到他受圣灵 哭得更惨 他说天哪 他就直接在下面直接跟我讲 他四十年没有来了 四十年 我说四十年没有到教会的人 居然这一次回来 主耶稣就让他领受宝贵的圣灵 感谢神 那我问他 我后来去问他 我说你祷告在想什么 求神赦免我 这四十年来 远离神的这些罪 他一直 一直在回想 真的 人的心本来很硬 你说四十年 那怎么有办法让一个人醒悟过来 真的 神要示人悔改的心 很感谢神 我不知道我们在场的我们弟兄姐妹 或者是在领受道理的 在线上的我们的朋友 我们多久没有认真来回到圣经当中去看 神的道理 回到圣经当中去看 需要有一颗悔改的心 倘若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 我们会看到神在这个地方来动工 第二个 我们第一个求悔改的心 第二个 我们求神赏识赦罪的恩 看使徒行传第五章 使徒行传第五章 三十一节 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 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 将悔改的心 和赦罪的恩 赐给以色列人 我们为这事做见证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也为这事做见证 这边是彼得 他被打了之后 那又再次放胆 讲道 那他谈到 神将右手将他 这个耶稣 高举 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 那他说呢 将悔改的心 赦罪的恩 赐给以色列人 所以这个要由神来试的 那这个东西我们 所以既然是从神来的 我们要向神来求 求神赏识那个赦罪的恩 那所以呢 他说什么事情可以做见证 圣灵 他说神试给一种人圣灵 什么人 顺从的人 真的 我们本来很抗拒 很抗拒的人 可是 真的 当神赏识圣灵的时候 或者是说我们 人愿意顺服的时候 神就赏识圣灵给我们 来做见证 见证什么 见证他把那个悔改的心 赦罪的恩给人 那个都是相辅相成 所以其实看到我们今天 这个祷告的方向 就是这样 我们大家都说要祷告嘛 对 那祷告要有这些方向 有一个传道这么见证 奇怪 这个 他说有一个老太太 目到38年 目到38年 可是呢 他甚至 如果弟兄姐妹不介绍 他说他比信徒还信徒 那个讲道 聚会 还做笔记 然后 还很认真的听道理 这样子 居然没有受洗喔 那都固定来喔 那后来 这个 传道就去他家访问 就问他说 诶 这个 你既然都目到这么久 你应该明白道理喔 你为什么不受洗啊 我问他 他就说 我觉得我不受洗 我绝对可以得救 我说 传道不是啊 可是传道不是 圣经说要受洗耶 人有罪 要受洗才能洗去我们的罪耶 可是那个老太太 非常的坚持 真的 我觉得一定会得救 那传道怎么翻圣经 那个 他的心 打不开啦 你说是 是那个 道理的问题吗 不是啦 人的心 没有 倘若没有那个悔改 赦罪的恩 领不到他身上 那很可惜 那 当然不知道后续是怎么样 会不会后来受洗的也不知道 可是我们知道 那个真的是一场属灵的灵战 今天一个人 他能够 他要来这件书教会 那 最后能够受洗成为神的儿女 这个是一个很大属灵的挑战 其实在我们 因为魔鬼 我们说那个是被魔鬼掳去的心 怎么可能轻易放手 对 所以 他会借着改变我们的思想 那 认定 我们所认为的价值观是对的 那这个怎么突破 一定要求神赏识悔改的心 和赦罪的恩 有一个老弟兄 他感谢神 他其实也是 我们说 他的小孩 都在我们教会受洗了 受洗之后 可是 他就不受洗 他到晚年 其实每一次 这个他小孩都 常常传福音给他 但是他不听 他心很硬 那可是 到他晚年 真的 这个 身重病 躺在病床上 那这个 身体也无法动弹 那其实医生也断定觉得 可能 生命没剩下多少时间 感谢神 在那个时刻 家人不断的鼓励他 一定要受洗 受洗才能洗去罪 进天国 很感谢神 那个时候 在教会的时候 知道他爸爸 得知他爸爸 生重病 还没有受洗 这个消息 那个时候 聚会结束前 祷告 传道就特别宣布 求神 赏识这个 老先生 悔改的心 赦罪的恩 全教会就帮他祷告 很感谢神 之后 传道就去他病床那边 去谈 谈道理 感谢神 那个福音的门打开 突然 那个老先生 他说 好 我要受洗 真的吗 真的吗 你要受洗 那个 还在旁边录影 确认 到底有没有 已经 身重病的 躺在病床上 那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奇怪 以前传的道理 跟现在传的道理 都一样 神在那个时候 开了他 赏识给他 那颗悔改的心 赦罪的恩给他 感谢神 就紧急施洗 紧急施洗 过一阵子之后 感谢神 这个老先生就走了 这个是 在晚年当中 其实我们也不用 到这么晚年 有时候我们人心 只是 你明白道理 你也曾经感动过 你被神感动过 你知道这里有神 为什么要拖到这么久呢 那 我们主内的信徒 我们也互相勉励 我们祷告有方向的 倘若我们周围 有这些软弱的同龄 想要认识神 你也很希望 他能够认识神 你要求神 赏识他 悔改的心 赦罪的恩 所以好像我们每个 现在开始每个礼拜六 早上九点半 今天其实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来 甚至有来禁食 祷告 我们很希望 我们南新竹这边的教会 能够发展 需要透过众弟兄姐妹的祷告 为功能祷告 也为我们的心 为求圣灵同工 愿主耶稣在我们这个地方 能够看到圣灵的能力 求悔改的心 赦罪的恩 一起来唱赞美诗 三百零三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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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